那这一题主要可以学习到什么相关比较重要的知识 第一个当然我刚刚有提过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其实蛮好用的而且蛮重要的 在V-R函数刚刚有用到 那英德日子这个函数 那只是英德日函数可能对大家来说是很陌生的 它其实这个函数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帮我们把某一个范围给带过来 按照那个名称 那名称的话呢其实可以关联到所谓的定义名称上面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先做一个说明 首先第一个 这个A1 这个其实就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清单里面这个性别 所以理论上我们如果要做这个的结果的话 那你特别说不是直接从这边输入公式 因为如果直接输入公式的话 那我就没有查询的值了 有没有 你就直接盖过那A1就不见了 那你比如说你现在什么 Ctrl-Shift 删掉的话 Ctrl-Shift 向右向下 Delete掉 那你用空的你查什么 所以不是这样子 Ctrl-Shift 应该是把问卷调查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另外一个 复制一模一样的哦 所以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先把这个删掉了 这个是已经做好了 把它删除掉 然后呢再来把这个问卷调查 怎么复制比较快 我先按Ctrl-Shift 键 再把它拖拉到它的什么右边放开 这样子复制工作的最快 有没有 按住Ctrl-Shift 拖拉就OK了 你不要再按右键 然后什么复制 复制到哪里 然后在那边要选半天 我再做一次也会看 其实这招还蛮管用的哦 因为我常常如果要做练习之前 一定或者做一些事 Ctrl-Shift 或者拖拉加Ctrl-Shift 也可以啦 先按或后按都没关系 那这个时候放开 它会就多一个了 那就是要问卷调查2 原来一个在这里 我把问卷调查2里面的资料删掉 因为这个就是我要查的 Ctrl-Shift Ctrl-Shift向右向右选取 Ctrl-Shift向下 向下选取 这个也蛮重要的快速键 因为如果你用滑鼠选 可能会选很久 而且很会过头 那这一招比较安全 而且快速 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那那个电脑的那个 那个不太一样 可能要自己再找一下 Ctrl-Shift向右向下 Delete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查性别的话 那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说这个性别的话 那你可以插入这个公司 就从这边 那一样 我是建议呢 你这个地方 查的话 我们就定义名称 在清单里面 建议是什么 直接就把这些 总共有 好像有14个清单吧 这么多清单 每一个都把他定义名称 什么定义呢 直接 他的名称 他的范围就是 在他的下方 然后呢 他的名称呢 就是他的 这个 左上角的这个 比如这个叫性别 这个叫年龄 这个叫教育程度 职业 月收入 多久买一次杂志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的名称 跟什么名称 一样呢 跟上面这个 B1 C1 D1 有没有 这上面名称是一模一样的 有的就说呢 将来其实我们可以 透过Internet 去抓什么 抓上面的名称 抓上面名称 意思说 Internet有点像说 帮我把那个名称 变成范围 OK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Internet有点像说 把那个名称 变成一个范围 那我就直接可以 抓取到那个范围了 透过什么 上面的栏位名称 那好处就是说 只要什么 所以待会 请各位第一件事 把这些全部的名称 这个性别 我做一次个 这个名称 我喜欢把这个Ctrl C 然后把底下选起来 然后再到名称方块 把它贴上Ctrl V 按Enter 好 信别一次 那年龄的话 也是这样 这个年龄点两下 把年龄Ctrl C 下面选取 然后这上面的话呢 把它名称方块 输入年龄 按Enter 不过因为蛮多个啦 那这个可能就 没办法忽略了 因为一定要定义名称 猜有办法 底下的话 就会比较快 除非说你相反 还是一样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 很快完整 你当然还是得要 可能要学VBA了啦 OK 因为VBA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 很多地方 不需要做一些 图法链钢的事情 好 那底下 因为我都已经做了 因为太多个了 这个部分 我就不 细节不做了 因为定义名称 这个不算是很复杂的动作 好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什么 诶 性别 这边的话呢 怎么查呢 查如函数 这边的话 一样是 简式参照的 VBA函数 那要查什么呢 特别是哦 就是查 VBA是查 它前面的工作表 所以切到 问卷调查 的 B2储存格 所以它这边会显示 问卷调查的工作表 名称 惊叹号后面就是它的 哪一个工作表 的哪一个储存格 第一个 再点一下Table Array 那Table Array的话呢 基本上按一个3 应该会有个性别吧 OK 性别 按确定 然后哪一栏呢 如果你不确定哪一栏 你可以再点下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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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方 按上面一下 它会跳到性别 性别 1 2 两个啦 其实这个意思 应该是2啦 应该不会有别的 反正应该都是 查的东西 编号在第一栏 那要带回来 一定在第二栏 那比对方式 一定要完全一样 会输入0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按确定 理论上应该 男女这个部分 就全部查完了 可是年龄的话 怎么办 你想说年龄 其实哦 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哦 那C 稍微快一点点的 直接在公式贴上 然后把这个性别怎么样 给例子掉 改称F3 改称什么 改称年龄就好了 然后按打勾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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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看了 C2 对这个地方要改一下 这个没跟着动 所以这边要改成C2 不是直接贴就好了 因为它变成 它比对的话 是找到B2 应该是C2 然后找到了年龄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再来一样再贴 然后再改 再贴再改 是有快一点点 可是好像还不够快 我们是希望最好的吗 有没有方法 我只要先完成一个 一个栏位 后面 直接全部就通通 都完成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 叫in the face函数 那主要就是第一个 我的上面的这个名称 第一列的栏位名称 要必须跟你定义好的名称 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没有一模一样 那也不行 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interact 这边的话 这个就可以改了 这个性别 我们就不要用性别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再把性别的 那两个删掉之后 直接再到插入 前面这个下拉清单 找到其他函数 那interact函数的话 刚好也是在 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i开头的 这个 它是说呢 它比较有说明 其实什么 它会指定参照位置 也就是你给它一个名称也可以 那你给它一个 储存个位置也可以 OK 它就会帮你找到里面的资料 帮你带过来 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有两个参数 不过A1这个参数 可以空白 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 我要给它一个名称 叫性别两个 那性别两个 刚好上面 蓝和名称是 所以你就点选 上面的这个 性别 OK 不过特别注意哦 等一下因为我们会有 几个动作 有向下的动作 向下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必须要跟 要向下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不能动 因为我一定要锁住 是第一列哦 所以向下不能动 第一列不能动的话 我刚刚讲过 你必须在 U的前面加一个什么 前的符号 意思说 固定在那个哦 第一列哦 不要帮我移动到第二列 那 B的前面要加吗 B的前面不要加 因为你加的话 它向右 向右会 自动会变成CD 所以你只要向右的话 一定要改成年龄 改成什么教育程度 所以特别说 英德列的里面 记得就是放这个 所谓的B 一的前面锁一下 OK 理论上 应该就OK了 这个地方其实不难 但是很容易做错 只要不要做错的话 应该就大功到神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没问题 一般是先向右 那向右如果OK的话 那感觉应该会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真的好快 向右 放开 有没有发现 全部OK了 那再来 快点两下 所以你会发现 定义名称配合音 你再会说 哇 真的是快 只要你的定义名称 跟上面栏文名称 是要完全一样的 你不能说差一个字 或者多一个空白都不行 之前有同学 这里面多个空白 空白跟没有空白是不一样 他就找不到 好 这样的话呢 马上就可以全部把这个所谓的那个里面的原来全部都编号变成里面全部都把结果都查出来了 OK 所以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以参考我们 讲义里面的82页部分 所以你其实可以参考这个82页 我这边有给一个工序 只要你照着打 照着打 别打错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82页的地方 OK 记得前面一定要全部都把名称定义好 OK 定义好之后 再来做这个动作 就完成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实际上到底要针对问卷 因为这个假设杂志社长 或者你们将来针对你的客户 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查 比如说你这个问卷 我希望拿这个问卷整理什么东西呢 我是希望大家统计一下 到底这个什么人数及性别在下第83页 我们假设了 希望各个性别年龄 什么性别什么年龄 喜欢什么样的杂志的类型 诸如此类的占比 第二个问题是哪一类的设计类的这个杂志最受欢迎 第三个的话呢 是购买哪一类的杂志 它主要考量因素是什么 不同年龄 它购买的这个意愿 这个什么呢 设计类杂志是否有差异 假设我们要希望分析这些 这些几个几个我们比较在意的这个点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主要我们后面呢 是希望能够一样的统计出我们要的结果 并且汇式图表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用那个Indirect先把刚刚的这个东西把它完成 所以这里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定义名称不要错 第二个的话用Indirect来做 那就可以一次就全部完成 试试看